学童在校招霸凌 洋葱才 养猫狗用同理心终结霸凌 幼童碰到霸凌 将是成长心中无法鼓励的痛 洋葱才医师提醒 不是一定要有身体的伤害才叫做霸凌 当一个人或一群人 故意偿妇长时间的欺负 或骚扰一个特定的对象时 便构成霸凌 不论霸凌或是被霸凌者 建议都应有同理心 尤其霸凌他人的孩子 最需要培养同理心 但其他所有知悉霸凌的旁观者 若也能有强烈的同理心 那整体校园文化 就会呈现出友善气氛 霸凌的现象自然也会减少 建议学童父母 当孩子向你坦白时 请先相信他 并请积极寻求咨询机构 医疗机构的协助 有效防止校园霸凌 反复上演 没有最健康 只会更健康 快上赖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